我們先分成空戰 然後再來看到陸戰 空襲的部分 烏克蘭空軍特別提到了 俄羅斯在11月25號 也就是本週 週一跟週二的這個期間的夜間 對烏克蘭發動了猛烈 而且他說是創紀錄的 來自無人機的襲擊 這次統計到是發射了188架的無人機 其中包含了伊朗 他所設計的見證者無人機 莫斯科還發射了4枚 是來自於伊斯坎德爾M彈道導彈 對多個地區造成了破壞 而我們看到俄軍大面積 強力度的攻擊之下 實際戰果又是如何 剛剛提到的是空戰 我們來看到陸戰的部分 現在俄羅斯國家電視台 也做了一個報導 俄國的南方軍區第51集團 軍他們在突襲部隊的支援之下 已經攻陸了 對內此刻 他裡面的庫拉貨卧的市中心 澤倫斯基自己也這樣說 他說確實現在烏軍在庫拉貨卧這邊 事情是艱難的 而且澤倫斯基特別提到了 這個烏方的軍隊也這樣說 過去一天真的是交戰 前線發生了超過200次的戰鬥 路透社也報導 光是11月份 俄羅斯的軍隊在烏克蘭取得的土地 等於倫敦一半的面積 這樣子的面積跟這樣的速度 已經是最快 也是戰爭爆發以來 目前最快的了 那本月呢 俄羅斯已經拿下了大約 667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平談判之前 我們看到俄烏現在猛攻狂轟 接下來戰況會不會變得更加激烈 尤其我們提到的是第一線的狀況 華乾哥怎麼看 2022年這個俄烏戰爭開打以後 然後二月開打對不對 然後開打到七月 俄軍進入到烏克蘭領土 就沒有動了 就沒有動了 大概佔領了幾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就一直沒有動 就打來打去 大家就一直聽到他們不斷地這個 就是說衝鋒 然後你來我往 其實我跟你講 這兩軍之間是沒有太大的進展 兩年來沒有太大的進展 是大家一向的印象說 我們不是三個月前就已經打到紅軍村了嗎 我們現在還沒打進去 我跟你講 那個是一個包圍的態勢 也就是說 俄軍他其實沒有那麼快地去動員 但是到了七月之後 態勢就急轉直下 到了八月 你就會突然發現說 俄羅斯的部隊 他怎麼進到庫拉霍霍了 他直接到了紅軍村的南方 去圍庫拉霍霍 還有很多城市都已經陷落了 那就是讓你這個地方孤立起來 所以整個戰線長達一千公里之長 到了十一月的時候 已經佔領了 光一個月 光一個月 三十天之內拿下半個倫敦 半個倫敦多大 兩百三十五平方公里 一個倫敦大約將近五百平方公里 所以拿下了半個倫敦 大家聽起來半個倫敦有很大嗎 像個台北市那麼大 比台北市大一點 我可以告訴你 很難 為什麼很難 因為烏軍都是最精銳的 比如說第四十七機械化旅 跟第七十二空降旅在前線 所以我老實講 這些人補上去的都是精銳 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有效的口袋把它收緊 就是因為說這個是最前線 這個是一定不能 兵家兵爭之地 絕對不能夠讓二軍攻進來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其實這半個月來的進展非常的大 就非常的大 到現在為止 你說也發射了 我們上次 其實上個禮拜說 他發射了這個RS-26 或者是說真果樹飛彈 現在又發射了伊斯坎德飛彈 俄羅斯這種飛彈非常多 他的武器庫裡面非常多 就看他什麼時候要拿出來用而已 但是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還是要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普丁的腦袋 跟川普的腦袋裡面想的 可能是同一件事情 因為川普他現在就在想說 你那拜登怎麼一直叫我 一直要送錢過去 幹嘛 為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要在我來接任你的時候 我該給烏克蘭的錢 都給了你知道 其實我跟你講 川普現在想的也是一樣 也是一個前置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才終於說出來 他們的目的是說 因為烏克蘭可能有兩到七兆的稀土礦產 要用稀土來賠付 你欠我的46億美金的戰爭債 所以說川普打的是這個如意算盤 當然我們聽到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心裡會想說到底是真是假 對不對 就有點像說美國要把 剛才大千講要把 本來是給烏克蘭的核武器 還給烏克蘭 那個核武器還是在烏克蘭那邊吧 還是在俄羅斯手上吧 美國是把核武器運來再運回去 那個不可能的 因為歷史上 也就是我們文獻上 沒有這樣的紀錄 譬如說這個新聞是怎麼來的 我也很存疑啊 所以沒有這樣子的核子武器 轉運的事件 這件事情是很莫名其妙的 文獻早就該被消滾 對啊 假消息 這根本就是 紐約時報寫假消息 跟民進黨學的 我們專家看起來都覺得是 我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那叫胡說八道 好不好 說要把 烏克蘭的舊核武還給烏克蘭 那東西在誰手上 那不是在俄羅斯手上 那俄羅斯怎麼可能 可能可以給你 這個是沒有邏輯的新聞嘛 OK 大概就這樣 好 所以這場戰爭 我們看到其實還涉及到 這個整個是商業利益 我們現在看到俄羅斯在持續的推進 那其實俄烏雙方都有自己的外援 首先在俄羅斯 他是來自於朝鮮的外援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講 這個烏克蘭 他有來自於南韓的外援 在外援的部分 烏克蘭的國防部特別透露說 北韓向俄羅斯提供的 他的飛彈 包括了有100枚的KN23 還有KN24的短程彈道飛彈 另外還派了軍事專家 去維護這種飛彈的發射器 烏克蘭也說 其實從去年底以來 俄羅斯就一直用這些飛彈 來攻擊烏克蘭 比較特別的是 在當中還發現 這個零件製造箱是來自於英國的 好 剛剛也提到了 烏克蘭的方面則是由南韓來幫忙 在烏克蘭的部分 外長跟南韓的外長 這一次特別進行了場邊的一個會談 也透露說 烏國近期會派他們的特使出訪南韓 討論的就是因為朝鮮援二 他們要做一個情報的交流 南韓也公布了 確實未來可能就會有新一波的援污方案 一邊我們已經很清楚看到 就是俄羅斯加朝鮮 另外一頭我們又看到是烏克蘭加南韓兩大勢力 川普他一直喊 他說希望停戰 希望能夠停戰 但是我們看到這時候南韓 還說持續的要援污 到底南韓他的想法是什麼 委員怎麼看 造成全世界現在戰火不斷 這個紛擾不停的情況 這些世界各國的政治人物 大概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壞 壞的政治人物 譬如像拜登 像納坦雅胡 像哲倫斯基 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盤算 所以戰爭對他們都是有利的 那麼第二種就是笨 那麼笨的政治人物 我們剛才已經討論過了 像德國的肖茲 法國的馬克宏 這到底要多笨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無法理解 南韓尹熙悅也現在差不多了 就還是那句話 尹熙悅到底干你什麼事啊 就北韓去援助俄羅斯 那是北韓跟俄羅斯 有軍事同盟的關係 你跟烏克蘭有軍事同盟的關係嗎 你這個時候摻那一手 到底是閒著沒事幹 你是覺得這個首爾是不會被打就對了 特別是大家知道 現在南北韓是陷於一個停戰狀態 而且南北韓現在彼此的關係並不好 而且幾乎已經跌到了谷底了 就是北韓已經揚言 未來沒有打算要統一 南韓不是跟他同一個國家 炸斷了彼此所有的聯繫了 看起來兩邊可能這個衝突就一觸即發了 你南韓閒著沒事幹 不就好好保護你的首爾 你現在還去蔡英卡跑到了這個俄烏戰場上去提供飛彈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邏輯 而且我覺得最妙的是美國跟西方國家 對於北韓去援助俄羅斯 覺得這是不可饒恕的問題 可是他們自己都沒有想過 那你們援助了烏克蘭多少 烏克蘭的飛彈 烏克蘭的飛機 烏克蘭所有的武器不都你們給的嗎 那你們給了它這麼多 北韓這種國家給它一點 你們有什麼好叫的呢 不要說北韓啦 現在你看到燕門胡塞 這個武裝組織也準備加入了 其實坦白講這些東西 大家知道北韓 胡塞 武裝組織 這個伊朗 中國 俄羅斯 原本當然跟美國都是不對盤 也是美國不like的對手 可是原本他們彼此之間沒有這麼緊密的關係 都是因為你們這群又壞又笨的政治人物 把他們綁在一起的 所以這個局面是你們造成的 尹徐越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一個蠢字 就今天南韓要面臨到來自於北韓的威脅 已經是非常嚴峻了 而且各位要了解 北韓是一個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國家 說難聽一點 他就真的揮軍過你38度線你能怎樣 你到底能夠怎樣 打一打停一停 打一打停一停 對他一點來說都沒差 反正他的人民過的日子本來就很辛苦了 跟你南韓經得起嗎 所以今天是南韓經不起這樣的瞎折騰 而南韓的政治人物卻笨到說跟著美國跟歐洲的這些領袖 一起繳獲在俄物戰爭的戰場裡 最後賠上的是什麼 最後賠上的一不小心就賠上了南韓人 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經濟成果 好 所以我們再繼續看到多一點的國家 剛剛看到的是朝鮮跟南韓 現在來看到歐洲 那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態度 德國的部分是唯一目前比較稍微反戰 然後稍微態度上稍微保守的國家 德國不提供他們的金牛做飛彈 那他們也證實說俄羅斯跟歐洲國家正在關係惡化 所以德國其實很緊張 他們現在正在擬定一份叫做防空設施的清單 那也做手機APP 就是說如果接下來發生什麼事的話 民眾就可以用這些來做避難 所以德國看起來是非常的緊張的現在 幾個比較鷹派的國家 先來看到英國說要提供數十枚的風暴指引 那也支持英國首相施凱恩上任以來首次 再來另外一個鷹派國家就是剛剛提到的法國 他說我們支持烏克蘭是沒有任何紅線的 其他國家也不應該有 但是問說會不會派兵來支援這場戰爭 他們又比較保守了 又說我們不捨棄任何選項 這話也講得非常的模糊 瑞典同樣的 是要來做這種戰後的軍工企業的商機嗎 他們說接下來會在當地 烏克蘭當地生產長城的飛彈跟無人機 來幫助他們 瑞典還說明年跟後年每一年還會撥款 22億美元的軍備給烏克蘭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除了德國之外 其他英法 瑞典他們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這麼鷹派的想法到底是什麼 是想要成為歐洲霸主嗎 那另一方面 德國他現在在做防空避難 是已經感受到可能會有威脅發生了嗎 岳老師怎麼看 我這個完全是從分析這個笨的陣營 從怪的陣營我就不要分析了 那德國不是自找的嗎 對不對 你講那個蕭茨的話 本來我們剛剛講到梅克爾的話 他說在我任內他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烏克蘭絕對不可能加入北約 只要說這句話 那普丁基本上的話也就OK了 就沒有任何事情了 那你現在搞到北溪管道炸了 冬天馬上要來了 德國人不能不洗澡了 對不對 那我們系上也有德國同事 他們現在都是垂頭上氣的 以前很得意啊 說我是德國人 那現在一講就是笨的代表了 對不對 對 那個其實講起來的話也是非常麻煩 那這最笨的話呢 就是英國跟法國一直不斷的在拱火 其實他們這兩個應該是又笨又壞 為什麼 因為他們笨呢 是因為他們本身來講 他們這個要提供 繼續提供武器希望它打下去 人家拜登是拉不下臉來 繼續要搞 那他們跟著學 那麼壞的是 因為他們隔得很遠你知道嗎 所以說那個他們是嘴巴講一講 而且實際上的話呢 講的事情尤其是法國 講話都是模擬兩可的 就說我們不捨棄任何選項 廢話哪件事情是絕對捨棄選項的 這根本都講不清楚 不過我覺得 他們所謂的金牛座的飛彈體會的話 對於德國來講 因為普丁現在是看準了德國 這個金牛座的飛彈是德國跟瑞典聯合出產的 韓國也在用 他們基本上的話呢 就是普丁在講說 對於英國法國因為隔得很遠 他們是雜呼雜呼的叫一叫而已 但是德國這邊的情況就很不一樣 因為他們很近 再加上的話呢 德國蕭茲因為奔到極點 一開始表現得非常積極 現在突然偉大不掉了 然後自己的話呢 我覺得梅克爾之間的 接受採訪的這段話 對他產生了很大的警訊 因為蕭茲到了明年 二月就要提前改選了 根本就等於是看守內閣 他基本上是頗腳壓了 為什麼會成為這種現象 就是因為連德國內部的極右派 所有人通通都在反對他 蕭茲在德國的支持率 怎麼低到什麼程度都不敢想 我 我跟你講 德國現在要救的話 可能梅克爾要重新出山了 對 剛剛講到瑞典的態度 老師又怎麼看 然後未來誰會成為歐洲的霸主 您認為 瑞典根本就不行了 非常小的國家了 非常小的國家 瑞典才剛剛加入北約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我跟思敏要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說 他們這些外交官 講到自己國家代表的立場的時候 包含盧森堡這個小國 也非常強硬 這是國家的尊嚴問題 那你其實你管啥用呢 對不對 以前為什麼叫芬蘭化 就是芬蘭在俄羅斯旁邊 啪的要死 現在加入北約了 那美國現在搞成這種樣子 美國換了川普以後 他講 現在他就想辦法談談談談 然後到時候說 我一宣佈二次角內結束了 他現在要幹的是這種事情 那隨著歐洲的國家的話 為了面子就在那邊死稱活稱的 我不太懂這稱的有啥意義 而且歐洲國家其實現在都已經會要崩盤了 就如果大家看一下剛才老師講的 像德國連續兩季經濟負成長 對 然後德國的企業出走這麼嚴重 法國 大家看一下法國的債券的價格有升到多高了 升到幾乎已經超過西班牙跟義大利了 法國自己都有債務危機了 所以 歐洲都快要崩盤了 想誰是霸主有什麼用 一群乞丐裡頭 然後爭誰是我嗎 我們是蓋幫幫主 選個蓋幫幫主 就這樣子 我們俄烏戰爭的第一線 最前線的戰士 我們看到俄烏現在雙方打得不可開交 我們先從俄軍現在目前的攻勢來做判讀 俄軍現在加速的推進 俄羅斯的國防部長說 俄軍已經佔領了烏克蘭東部的 盾內茨克的聚落 這邊是辛德米特里夫卡這個地方 俄國國防部長還說 已經粉碎了最精銳來自烏克蘭的 這一些最精銳部隊 而且持續推進加快當中 挫敗了烏方2025年的整個作戰 也就是在明年的整個作戰 他們看起來都是相當的有把握 而戰爭到現在從公開資料來做解讀 俄軍已經控制了大概20%來自於烏克蘭的領土 光是過去兩個月 就是俄烏戰爭以來最快速的一個推進速度了 尤其特別要看到是在盾內茨克州 他們持續的推進 往庫拉貨卧 還有後勤的樞紐帝波克羅夫斯克 都一起來做更大規模的一個推進 好另外一邊是前線俄軍的狀況 而另外一頭我們要來看到是在領空 俄軍同樣炮火非常猛烈 根據烏方的這個說法 現在烏克蘭的防空部隊 在俄羅斯發動的夜間無人機攻擊中 發現到他們一共是摧毀了10架 來自於俄羅斯的無人機 而這些無人機大部分他們的攻擊目標 就是對準烏克蘭的首都基輔 來做一個準確的攻擊 而烏克蘭方面炮火同樣的猛烈 我們看到烏克蘭從8月份發動突襲 奪下的是俄羅斯的庫斯克大片土地之後 路透社的消息 在俄羅斯的反攻之下 烏軍原本佔領的土地現在又再度的丟失 丟失的幅度達到了大約四成 而目前俄羅斯在庫斯克州 大約有五萬九千名的兵力 現在是鎮守在當地的 這是兩邊雙方的目前最新戰況 而前線的情勢不斷的升溫 特別我們要來看到庫斯克的拉鋸戰 俄羅斯可以在川普正式上台前 把失去的領土全部拿回來嗎 縣長要怎麼看 我們看一下最新的戰況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是在各位觀眾左手邊的這張圖 其實是10月27號的 右手邊這個也就是最新的11月24號的圖 我們可以發現在這四個部分 有非常大的不同 那在右下角這個地方 約率也差不多在一個月之前 我就講說第一個這是車程的部隊 然後而且北韓的部隊可能也在此 那現在已經直接打通了這一塊 那另外呢 也就是我們看到庫斯克的西北的這個部分 其實當初有部分是在交戰中 現在全部紅色的部分 也就是俄羅斯現在完全掌握的這個部分 這也就是剛剛主持人講說 已經收回百分之四十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們看到 相關頓巴斯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打的速度其實並不快 那為什麼不快呢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看庫斯克的時候 他是要把烏克蘭的精銳部隊 全部抓在庫斯克這裡不讓他走 然後也沒有要殲滅他的部分 就是慢慢打 那我們看到頓巴斯這個部分 那我同樣的也畫出了這三個部分 那之前我們常常講到 這個區域就是武來達爾這個部分 現在已經完全的已經被俄羅斯攻陷了 那大家常常講紅軍城 為什麼紅軍城一直沒有攻下來 因為他其實是要把整個正面拉起 為什麼要拉起呢 你就不能你的側翼出現任何的一個空缺 因為出現空缺你就變成突出步了 你形成突出步之後 那就很容易被截斷了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兵家的大忌 不過如果我們看到 今天最新的有關於路透社的報導 就是美國不斷地在拱火 他之前開放了美國陸軍戰術飛彈 可以打到俄羅斯境內 那同樣的英國的暴風之印也可以 現在美國即將要決定這個聯合空對面的搖弓飛彈 那它也可以直接打進去 那這一顆飛彈其實我們一般的認知是370公里 比我們當初認知的這個陸軍戰術飛彈多了70公里 但是它有真層型 真層型可以打到1000公里 那這個我們如果說配合烏克蘭現在的實際狀況的話 也就是它F16實際上是可以加掛的 那不過它在這邊講說 實際上還要再隔一段時間 那為什麼呢 其實它的部分的軟體還要設定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些圖整個 就是我們直接看到這一個AGM-158 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聯合空對面搖弓飛彈的話 它的位置它可以打得最前線 已經距離莫斯科非常近了 這件事情證明了什麼 證明了為什麼俄羅斯它一直要讓烏克蘭變成一個緩衝區 也就是如果它不是緩衝區 它加入北約的話 北約的飛彈直接就可以打到莫斯科 太近了 對實在是太近了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這樣看 那對於普丁來講 它有很多的 它的這一個不管是核威者或者是核炸的部分 它的動作可是非常快的 也就是我們一般都看著 如果說我們從10月開始 北約它是經過了非常長的時間 然後它說我們進行了年度的軍演 決定政務 可是我們接下來看它這個演習到24號 然後這個俄羅斯馬上就回應了 然後它把這個無論是潛艦發射的 或者是戰略轟炸機發射的 或者是由陸地上發射的全部射一次 意思就是它已經準備好了 那如果我們看到最近的話 也就是11月19號的時候 烏克蘭它被這個暴風之影攻擊之後 它很快的回應 也就是用真果樹來進行反擊 用真果樹來進行反擊之後 它還特別的強調 它會繼續的在實戰下進行測試 也就是真果樹不是第一次發射 那是未來的狀況會持續的使用 所以現在看起來真果樹可能是未來狀況下 接下來的重點 我們要來特別做關注的 我們看到上週美國發射了它的ATACMS 還有英國它的暴風之影 那現在就是俄羅斯的部分用真果樹來做回應 而且普丁現在最新有一個提案 他在週末決定接下來會來量產真果樹這款飛彈 而且他說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人可以攔得住這款飛彈的 真果樹從它的量產也可以看到 現在俄羅斯的國防工業似乎正在努力的恢復當中 但是它的資料現在有關的資料並不多 現在只知道它是因素的10倍這麼快的一個速度 有沒有可能呢 普丁真的要來提高真果樹飛彈的量產嗎 那為什麼選在這個時候決定要來做量產 委員怎麼看 以真果樹飛彈的表現 可以在平均時速到達11馬克 這是烏克蘭所測出來的數字 這種導彈以目前任何防空導彈都無法攔截 不管你是薩德 不管你是提風 不管你是愛國車飛彈三型 完全沒有辦法攔截 那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種導彈一出現的話 就宣告所有的防空系統全部失效 也象徵什麼 台灣所買的防空系統 從此以後也失效 全部作廢 就是這個導彈出現的 在戰爭歷史上的重大的意義 那我們要談一件事情 導彈為什麼會到達這種這麼厲害的階段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簡單講導彈分成兩種 一種叫彈道導彈 一種叫巡翼導彈 彈道導彈就是說 抛物線型打到空中 然後加點動能 直接的向抛物線會打到的一個目標點 這樣的一個導彈 在終端速度才有可能超過5馬克 平均要超過5馬克以上 有點難度 何況說真果樹導彈 就是這一款什麼 很快速的彈道導彈 很快的導彈導彈 而彈道導彈要打得很遠的話 都是很重型的這種火箭發動機 或者衝壓發動機 那巡翼導彈像那個 這個所謂的戰斧就是巡翼導彈 巡翼導彈不是靠著彈道 它是有自己規劃的或高或低的這種水平 路徑在跑的 這種巡翼導彈通常要超過一馬赫都很困難 所以大部分都是次因素 像戰斧就是次因素的 大概就是兩類大概現在有個概念 那為什麼它沒有辦法攔截呢 因為雷達的反應速度最快最快都還沒到快 所以雷達偵測不到 你要發射導彈去追它 又速度比它慢 所以很明顯的 你根本沒有機會用愛國者三線 去打這種真果樹的導彈 那解放軍有沒有 有 只是有沒有在戰場上出現 沒有 第一個在戰場上出現的都就是真果樹導彈 其他的每一個都說我有 比如胡塞也說我有 伊朗也說我有 我是覺得吹牛的成分比較多一點 那這一款一出現的話 你說你現在拜登批准烏克蘭使用Atakams 發音叫做Atakams 陸軍戰術導彈叫Atakams這種飛彈 它是很不錯 但是對不起 它速度沒那麼快 那你是攻擊的會可以被攔截的到 俄羅斯目前的防空系統是攔截的到 你Atakams 所以你普丁說我好厲害 我打300公里或者打500公里 1000公里可以威脅你莫斯科 可是不要忘記莫斯科一出來的真果樹導彈 就告訴你 我下一次可能就打倫敦 因為我們習慣上在做戰略規劃 是用首都跟首都做距離來衡量 有莫斯科到倫敦跟巴黎 就是2500公里 到了柏林就是1800公里 那到了幾乎就更不用講了 那這種中程中遠程的導彈 以這個真果樹導彈 現在評估起來 它應該至少可以打5000公里 那5000公里就已經 你說它中程導彈也不是 你說它長程導彈也不是 剛好就在中間 中遠程 所以變成說你不受中程導彈的 挑衣的限制 為什麼我們國際上要去限制中程導彈 就是距離比較近 速度比較快 就像剛才小建長講的 里莫斯科很近 所以不能太靠近 但是遠程的洲際導彈 剛才導彈的 至少有10分鐘以上的飛行距離 那10分鐘是夠反應 而且你速度也那麼快 我在中段可以攔截 中段很難攔截 我在中段攔截你 所以洲際導彈是可以攔截的 但是出現真果樹導彈 剛卡在這個中間 它無法攔截 但它目前這一款 還打不到紐約 紐約要7000公里 目前說還打不到 可是打到你倫敦你就夠喬 打到你柏林巴林你就夠喬了 那要不要打到羅瓦 更容易打得到 所以北約國家因此就認為 可能我們對普丁的壓力跟刺激 最好還是自我節制一點 如果你不自我節制 你怎麼知道它下一次 這一次打Dnipro Dnipro 下一次打哪裡 打基輔 如果打基輔 你用常規導彈 它爆炸力很強 光那個衝擊潑下來 力道就很重了 如果它裝上核彈 那基輔就從地球上消失了 那你要不要玩這個遊戲 還是說這個美軍基地 在波蘭的美軍基地 在德國美軍基地 會不會從地球上消失 消失的話你美國要不要反擊 美國反擊只能用洲際彈道導彈 民兵三號洲際彈道導彈 可是那是攔截得到的 那你要不要跟俄羅斯賭一個 你攔截不到的 所以大家在排局上面 本來拜登是要把爛攤子丟給川普 所以才允許他用Ataqam去打俄羅斯 然後現在牌就發到了普丁 普丁就打真國室的牌 牌又回到了川普跟拜登 還有哲勒斯基 看你們接下來怎麼辦 好所以接下來我們看到真國室 因為它可以射程非常的遠 可能歐洲國家 柏林倫敦都打得到 接下來有北歐國家 北約國家都會非常非常的恐慌 接下來會不會怎麼做反制 等一下節目我們會來持續的關心 我們先來看到俄烏現在兩邊針對他們的 不管是兵力或者是武器 也持續的在增加當中 先來看到俄羅斯的部分 總統普丁他又簽了一項新的條約 一個法律 他允許報名前往烏克蘭戰鬥的人員 在12月1號開始 你如果簽署這種一年期的服役合約的話 你接下來可以獲得債務的減免 而且包括你的伴侶在內 你們雙方一共可以減免 大約金額達到10萬美元 這種債務就可以免去了 烏克蘭也是人力非常吃緊 接下來規定是禁止 18到60歲的男性公民 不可以再出國出境了 那烏克蘭軍警甚至還被抓到 演唱會外面抓壯丁 來把他們抓入伍 我們看到普丁現在祭出新法 來鼓勵更多的士兵加入戰場當中 就能有效的來做征兵嗎 那相較於俄羅斯的部分 烏克蘭又是如何 老師怎麼看 我想因為戰爭打到1000天 所以俄羅斯目前做法就是希望 眾賞之下還是有勇夫 因為怎麼說 他提供的10萬美金的這個免除債務 還是會有一些吸引力的 對部分的俄羅斯的年輕人來說 因為譬如說他的房貸的利率 一直都非常高 所以也許是有一些誘因 可以讓更多人參戰進入到前線 那主要是因為現在傷亡 我覺得應該是非常慘重了 大概是兩方都是 那我們回顧一下1000天以前 開戰之前 這個俄羅斯的這個正規部隊是90萬人 後備大概是200萬 大概290萬 那烏克蘭的人口的數量比較低一些 他的這個現役的部隊是20萬 這個後備大概是90萬 大概加起來大概就是110萬人左右 那對普廷來說因為他是攻擊方 所以他需要動用到更大的兵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有兩難 一方面是說他不希望這個戰爭 會變成一個全社會的影響 有負面的效果 對家長來說 對士氣來說 或是影響到一般社會的運作 所以他幾次都是叫做局部動員 最早一次是在2022年9月 當時是動員30萬人 而他想辦法降低這個敏感度 就是說他這30萬人 基本上不投入第一線 而是作為後備比較空虛的地方 去做防衛2023年3月份的時候 他又宣布第二次 這次是動員14.7萬人 那今年沒有多久之前是13.3萬 這三波的局部動員大概是60萬人 代表說他是需要去補充 在前線的這個死傷 那目前來說比較 調詭的地方是說俄羅斯雙方打到現在 其實俄羅斯常常可以看到 西方的媒體智庫在去評判 他到底這個陣亡跟傷亡的 總數是多少人 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統計 那都是比較保守 比如說BBC或是各式各樣的智庫 我看過7萬人死亡 陣亡 8萬人都有 那也有人說其實烏克蘭也非常慘重 只是他的訊息比較少 那最後我看到一個資料是 有人BBC統計已經是比較清西方的媒體 他說雙方的這個死傷 包括陣亡 包括受傷 一百萬人 比如說你可能陣亡十個人 可能傷 受傷的人數可能要乘以 三倍 四倍 五倍這麼多 這樣估算起來是 我覺得是合理 但代表什麼 代表說打到一千天之後 雙方都有很明顯 需要再去補充 到第一線這樣的一個高度的需求 俄羅斯我們很清楚 除了剛講的正規部隊之外 過去一直有傳言 他有包括運用到監獄裡面的囚犯 就有一個跟他有契約一樣 還有包括車程的武裝部隊 還有大家應該還記得很清楚 去年最受大家矚目的是瓦格納 瓦格納照理說一開始大概有 全世界就是幾千人 但是因為俄乌戰爭 他響應他號召俄羅斯 他當時動員大概有一兩萬人在前線 所以包括巴赫穆特角肉機 都是跟瓦格納的傭兵集團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但經過瓦格納兵變之後 他的勢力大概是往下降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什麼 我一直認為說到明年 川普正式就任之後 我覺得還是會有個新貌 這還是蠻關鍵的 因為眼前我們所講都是戰爭 但是戰爭其實脫不了政治 那很明顯川普跟拜登 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思考 那普廷當然心知肚明 即便是他現在嘴巴也很硬 他可能要達到一些目標 只有財運上談判作 但我相信在普廷的心中 他就整得明年1月20號 這是非常關鍵的 俄乌雙方現在在持續征兵 那剛剛我們說 我們今天要來再深入聊的 還有武器的面 不只是人力上面 武器方面我們現在看到 哪一些盟國會持續的來加碼 在烏克蘭朝俄羅斯境內 發射美制跟英制的長城飛彈之後 那俄羅斯剛剛我們也聊了 做這個真果飛彈的攻擊 現在外界關注 哪一個盟國會來同樣開放做限制 結果首先我們就看到了 是法國 畫面上我們看到 這位是法國的外交部長 巴霍他正式表態 烏克蘭能夠在自我防衛的情況下 朝俄羅斯發射 法治長城飛彈 他還強調支持烏克蘭是沒有紅線的 但是當法國又被問到 你是否可能真的參戰的時候 他又不回應 他說不放棄任何的選項 這話就說得比較模糊了 除了法國表態停誤 我們現在看到總統拜登在卸任前 他再次的加碼 現在他說要新增援助烏克蘭的金額 達到60億美元 而且是限期就會來做到位 對我們現在來看到法國 為什麼這個時候又跟進美國 英國要跳出來說給烏克蘭 雪中送炭呢 法國真的可能冒這個風險 來派軍參戰嗎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其實馬克宏先前也確實有這樣說過 拜登現任前為什麼又要把這個 俄烏泰式的整個泰式在做升級 是挖坑給川普嗎 巴仲老師怎麼解讀 對第一個講法國 因為法國的政策本來就有他獨特之處 我們如果還記得的話 在2020年2月開戰前後 其實法國是非常積極 出來做協調者 對 鼓動大家上談判桌 而且他講的話也非常直接 但到幾個月前 就是當大家都覺得說 有點是烏克蘭疲乏症的時候 馬克宏又跳出來說 他說應該不排除北越 不排除派遣地面部隊參戰 當時這個言論一出 德國跟法國是非常的 對不起 德國跟美國 還有其他的北越盟國 是非常有意見的 意思就是說你會不會跳太快 之前你的想法 還有北越根本 目前的這個 對於烏克蘭政策的 最重要的宗旨 就是第一個匯集是 打個明胡仗 就是說你終究會有 往這方面推進 但是沒有什麼路線圖 也沒有時間表 第二是北越怎麼做都可以 但是不會直接派遣部隊參戰 這是北越最重要的一個門檻 所以法國就是有點耐人尋味 那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西方國家在解除武器使用的 這個限制是英美式高度同步 那法國就是跟它不一致 因為包括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美國的包括暴風之影 他們該不放的時候 兩國不放 即便面對責任司機苦苦的請求 或是施壓 從6月7月8月一直到9月 拜登說NO就是說NO 不放 但是現在的情況有改變 明顯就是因為川普要上來 所以英國的暴風之影 跟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是同步開放給這個 烏克蘭部隊可以使用去打擊 俄羅斯境內 那現在法國所開放的 空射巡弋飛彈 目前看這些畫面是裝配在 烏克蘭空軍ASU-24 做個空對地的一個打擊 那這次法國有點在跟進跟風 但是這代表法國會更進一步 我完全是高度的懷疑 我認為不會 它也是個姿態的展現 英美這樣做了我也可以這樣做 但是這些西歐大國 我覺得它也心知肚明 除了美國拜登堅定不移之外 其他國家我覺得 他都會有些大考量 但我們也知道 拜登任期就是到明年的1月20號 現在就是倒數計時 所以他一定是趁他在任內的 最後一段時間裡面 我能給的我盡量給 因為這就是我的政策 這就是民主黨政策 只可惜對拜登而言 只可惜現在不是賀錦麗爭選 有的話他就是我政策的傳人 但他非常知道 就是說他希望能夠 未來為川普就任之前 我先打下一個根基 即便這根基川普上任之後 可能會把它毀壞掉 但我能做多少是做多少 那其次也預料到說 他認為川普上任之後 還是會上談判桌 到時候就是承認現狀 就地合法化 那你能夠拿到多少土地 就拿到多少土地 作為一個談判最重要的基礎 但我們也知道 不管是暴風之影 陸軍戰道飛彈系統 或是法國現在所開放的 這個空對地的巡弋飛彈 基本上我也很難想像 任何單一的武器裝備 能夠真正扭轉戰局 雙方都是如此 這就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這場戰事 我們看到美國 他就是堅持到底展現態度 不過英法的部分 隨著川普即將上台 也要可能會上談判桌 所以現在也要稍微表示一下態度 在政治上表現一下自己的立場 這場戰事又會如何結束 我們有看到幾個方向 首先是川普2.0即將可能會上任的 這位顧問是國家安全顧問霍姿 他說會來敦促俄要做和談 他也提出一些解方 他說俄烏雙方可以訂定 類似南北韓當時軍事分界線 作為臨時的邊界 金融時報也報導 基輔當局還有華府跟歐洲國家 都已經逐漸就可能的結局 有一些共識了 雙方有討論 包括要如何凍結戰爭 還有邊境的議題要無限期延後等等 澤倫世界比較樂觀 他認為這場戰爭明年就可能結束 那他就是說他要等著川普 來做一些各方的解決方案 這場戰是接下來有沒有可能是 烏克蘭就地求和 割地來求和 這個方法現在看起來是最有可能的嗎 還是有什麼選擇 小建長怎麼看 如果說我們來看談判的時候 最重要的 也就是在討論這個ROPA 在這個ROPA的區域當中 也就是在這一個可能協議達成的範圍之中 討價還價 還記得嗎 之前 澤倫斯基大聲嚷嚷的勝利計劃 那他攻進庫斯克 其實也就是為了自己爭取更多上桌談判的機會 那現在其實我們看到美國不斷地讓飛彈可以 直接越過邊境打進俄羅斯 其實也是這麼樣要幫烏克蘭爭取更多的籌碼 不過如果說我們實際上看ISW 也就是戰爭研究所的相關資料的話 其實烏克蘭在戰場上面是不容樂觀的 那他不容樂觀 然後但是澤倫斯基一直要求的就是他要把這個 克里米亞他要要回來 還有就是除了克里米亞之外 還有四個省份他統統都要回來 問題是你是戰敗的一方可能嗎 不可能 那其實我們現在這樣講 實際上來講 現在整個世界遇到的問題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樣 每個國家都像夢遊者 不知不覺的可能就走到世界大戰的那一條路 那現在我們來看 剛剛談到真果樹的部分 我們如果仔細地看真果樹 它一旦發射到它射程最遠距離 然後可以打到巴黎或者是打到倫敦的部分 它發射到命中只有20分鐘 那這個20分鐘 而且其實俄羅斯他又用了另外一種方式 來表示它的一個核為則 就是我用超中層的飛彈 實際上一般來講都用的是 應該是這種核彈頭 可是他用的不是 他用的是常規彈頭 那這個常規彈頭再加上10倍的因素 他所造成的破壞的能力 實際上比原來彈頭所造成的破壞面積會來得更大 那這一些其實都是不斷的告訴西方國家 就是俄羅斯他要的就是一個緩衝區 當初如果我們看到 這澤倫斯基他沒有要求把這個進入北約 甚至入縣的部分 其實這場戰爭根本不必打 那現在澤倫斯基覺得好像很樂觀 但是實際上根本不容樂觀 不容樂觀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我們如果看到 也就是他的軍人其實是反對 反對停止這個戰爭的 因為他現在一個月 他的薪水在4400塊的歐元到4800塊這個區間之內 那其實他這個費用 就是說他的這個可以領到的收入非常多 那也就是說我們這樣子來看的話 澤倫斯基他願意談判的話 其實他的生命會遭受到最大的一個威脅 為什麼 因為軍人在前線賣命的打仗 結果你在後方要彈劾 人家覺得你在這裡面從打到不打 你是最大獲利者 所以澤倫斯基他表示很正面的態度 可是其實決定這場戰爭的不是澤倫斯基 而是美國以及北約 好 決定這場戰爭 我們最後還是要看美國 那我們現在來提到美國 這個剛剛提到的川普未來的 國家安全顧問的提議就是說 接下來二五戰爭要完全結束的話 可以參考南北韓當時的軍事分界線 針對這個言論委員又怎麼看 這個言論就表示美國真的要認真執行川普的停戰的想法 只不過24小時停戰可能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現在拜登開始在給川普埋沙子 讓他在地上滑倒 你看看24小時你看你做不到吧 那這個Mike Walsh也好 或者未來的他美國國務卿Rubio也好 要去完成這個還是要看普丁的臉色 那普丁跟烏克蘭之間能不能畫出他們屬意的所謂的38度線 一點都不樂觀 38度線距離多少 才245公里 請問一下 你二五戰爭那條線要畫1000公里 這個兩個的量體差太大了 第二個問題 38度線是有天然跟政治上的早就成立的分界線 為什麼 在1896年 俄羅斯就跟日本 以38度線劃出勢力範圍 就是說北邊是我俄羅斯的勢力範圍 南邊是日本的勢力範圍 然後到了在日本侵略韓國的時候 又很自然的把38度線以南的 劃歸日本廣島司令部管轄 然後把這個38度以北的劃歸關東軍管轄 那再來更經典的 美國跟蘇聯在接受日本投降的時候 就根據這個成立 說南邊的向美國投降 北邊的向蘇爾投降 所以它是有一連串的歷史事件 再加上那個地方剛好就是一個很偏南的邊界 那最後以38度線作為停戰線 大家都沒話講 連這個解放軍幫這個北韓打仗的時候 打過38度線 毛澤東也很英明 他說來來來來來 我們打到漢城將可以了 我們後退我們後退準備談判 他也知道這38度線的政治地理跟各方軍事上的意義嘛 那請問你一下如果要談地理跟政治上的意義 那不是表示地內薄荷以東的部門全部要交給俄羅斯嗎 那是才一個天然的邊界啊 那才是一個政治上的疆域嘛 那現在俄羅斯佔領還沒那麼多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就是看普丁的意思了 普丁他會想打到哪裡 搞不好普丁的戰略說 我就最後還是再包圍幾乎一次 看你幾乎幹嘛投降 看到的是俄烏戰爭的最前線進度 路透社的報導是一位 不願公佈真實姓名的烏克蘭參謀總部人士的說法 烏軍在8月份迅速地攻入了俄羅斯領土 並且在持續地做推進 而最初呢讓莫斯科措手不及 於是俄方是緊急部署了5.9萬名的士兵到庫斯克去防守 回顧當時烏軍是一度控制最多當時領土 可以達到1376平方公里的一個領土 但是我們剛剛提到了俄軍加大他的反攻力道 導致烏克蘭參謀總部人士也最後坦承了 現在掌控的土地面積大約達到了800平方公里 等於損失了大概超過500平方公里 本來拿下的地方 我們看到現在俄羅斯正在擴大戰果 是否和目前使用的各種致命性 殺手剪的武器有關係 這一集我們就俄羅斯戰場上最新端出的各種來自 不管是北韓西方的武器 來做分析俄羅斯的第一線 是否接下來可能看到會引爆一場大決戰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俄羅斯的真果樹 或者是匕首的導彈 連續的轟炸之下 如今是出現效果了嗎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俄羅斯正在不斷地擴大他的戰果 為什麼反倒是我們這幾天聊的美智的這種ATACMS 給人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 接下來俄國的地面部隊 剛剛講到空中 那地面的部隊呢 會不會一起來全面地推進導入 借文哥怎麼看 我認為ATACMS 這個飛彈 當然就是主要問題就是射程不夠 最大射程300公里 也因此他打的俄羅斯的相關目標相對 其實是比較有限的 之前雖然美國允許他 這個射擊俄羅斯本土內部的一些目標 但我們都知道 他所招來的俄軍的反應也是很激烈的 特別是俄軍用真果樹這樣的一個中層 高超音速的飛彈打擊 其實這種合常兼備的這種飛彈 給了北約組織一個很大的軍事威責 就是恫嚇他們 你如果還允許或者默許烏軍 讓這戰火繼續升級 甚至你未來提供射程更遠的武器 尤其是大家知道 最近烏克蘭已經放風說 我未來要要求北約提供像美智的戰斧巡弋飛彈 戰斧巡弋飛彈它的射程遠遠超過ATMSMS 它的射程超過1500公里以上 因此俄羅斯動用一箱真果樹 或者更多的匕首這種大殺技 主要就是用來針對北約供應 射程更遠的飛彈 劃下一個更具體的紅線 那我們看到這幾天 烏軍還是用風暴之影或ATMS這種飛彈攻擊 但它本身所產生的一種附帶的殺傷 或國際宣傳效果 我們發現它急速降低 因為畢竟飛彈打來打去 俄國人發射飛彈遠遠超過烏克蘭人 那根據統計從開戰到現在 俄羅斯各種飛彈 包括巡弋飛彈 彈道飛彈等等 射了上千枚 但你說真的對於這個戰局產生的一個致命決定的一個影響 我們也沒有看到 因此未來飛彈互相射來射去 我認為只要這個烏軍它的射程 飛彈射程還是控制在有限程度 我認為這個俄軍他是不會再繼續在核武升級這個部分 再多做文章 但整體來講我們看這個戰線 俄羅斯是穩扎穩打 穩步推進 這樣的推進不只我們看到 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他收復了大概40%的之前的師徒 我們也可以看到像頓內斯克這個針對紅軍城 還有部分的重要據點 乃至於瞄準這個卡卡夫這個地方的 像這個顧皮揚斯克這幾個要點 他都是穩步推進 嚴守我認為未來的戰局 俄軍還是會循這種方式 畢竟這種逐步推進的方式 對他可以降低他自身的傷亡 然後可以擴大烏克蘭烏軍的傷亡 以這種較大的傷亡和戰損比 來迫使烏軍最終不支 在談判桌上能夠定下城下之盟 也許就目前的戰況和他的走勢 我們看這種大裝甲集群 比如說一下開出來幾十輛 甚至上百輛坦克這種大會戰 我認為是不容易看到的 尤其是無人機當到這個時候 在俄烏前線大量的裝甲集群集結 很容易變成無人機的攻擊的標靶 也因此就像我說的 俄軍還是會採取這種穩扎穩打 用小分隊或者火炮支援 逐步推進的方式 然後向前推進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俄烏雙方都透過飛彈 來互相收來社區 那包括了烏克蘭使用 美製跟英製的武器之外 俄羅斯的部分除了量產它的真果樹 現在有意要量產之外 重要的來自於其他國的武器 還包括來自於北韓的飛彈 我們看到CNN做的報導 烏克蘭這邊也做了一個統計 今年到目前為止 他說俄軍發動了194起的飛彈空襲 這當中竟然有60起 它的飛彈是來自於北韓的飛彈 那我們同時來看到 是美國加州一所大學的 裡面的國際學院 根據目前掌握到的一個衛星照片 也顯示說北韓目前正在確實擴建一座重要的武器製造場 那來這邊生產的就是他們的短程彈道飛彈 這一款是型號KN-23 那烏克蘭也說了確實這一段時間 他們有看到俄羅斯使用KN-23做進攻 專家也特別形容這種飛彈 是藉由它飛得比較低的一個彈道 然後可以穿越敵方的防空系統 我們看到現在北韓過去曾經派兵上戰場 但是這一次隨著俄軍擴大戰國 北韓還會繼續供應他的俄羅斯的飛彈嗎 到底供應俄羅斯飛彈 這個金正恩想要換到什麼 目前是換到了S-400 接下來還有什麼想要來換取的對付日韓嗎 漢廷怎麼看 先說在目前的整體戰事上 當然庫斯克地區會打得更兇 目前在地是俄羅斯和北韓的軍隊大約有五六萬人 但是烏軍只有一萬人 所以當然俄軍會希望全面的圍堅在庫斯克地區的烏軍 那烏軍近期就是使用了各種的飛彈 來打擊庫斯克的相關俄羅斯的軍械庫 器械庫等等 來為在地的烏軍獲得一定的緩衝期間 那也就是在這些戰役當中 我們陸續看到一些流出來的照片 朝鮮的士兵身上還有什麼金正恩的徽章等等的 那原始還想說他們是不是有給予士兵極高的報酬 可能一天要兩千兩百美金等等 那在朝鮮在北韓可以過得很棒的生活 但後來發現好像不是 是完全的俄羅斯透過這個折算 是直接提供北韓S-400的地對空的導彈 那來讓北韓的朝鮮它的整個首都平壤的防空圈 能夠更加的強大 那麼當然金正恩除了一方面可以希望 獲得更先進的武器軍事的技術 可能也包含了監視的衛星或者是潛艇 都可以增加北韓未來面對日韓的相關壓力 也有一些消息指出 目前北韓跟俄羅斯的合作當中 甚至可以要求一些敏感的盒子和飛彈的技術 不過目前這些都還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不過俄羅斯的合作除了單純的 像是糧食 經濟 武器之間的一些協助 更多的是在政治上的結盟以及相關的表態 包含像是金小胖最近他的講話 他得到俄羅斯的幫忙之後底氣就大了 說話也比較大聲 甚至也帶動了局勢的一些緊張 比如說金小胖他在21號 在北韓自己的國防發展2024的一個峰會上 他就指出朝鮮半島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危急這麼尖銳的對峙 有巨步有破壞性的核戰爭一觸即發 我們聽到覺得好可怕 核戰爭一觸即發 他講說面對美國跟同盟國家惡毒姿態進行對抗 我們一定會正面的硬碰硬跟他應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在20到22號的這一段期間 美國的海軍華盛頓號正好呢 他的這個航空母艦就使入了神奈川的橫須赫市 有所行動 那日方表示呢 這當然是要維護我們地區的一些和平啊 對不對 我們是要來守備啊 這攪動了亞太的局勢 當然就讓朝鮮更加的不安 他就有了一個反制的理由跟藉口 甚至到了23號朝鮮的國防部用明確的警告美國跟周邊的國家 說什麼呢 說我們要把朝鮮的軍隊提升到戰鬥準備狀態 哇 你一聽感覺好像半島的局勢越來越嚴重 這也是我們先前所擔心的 就是北韓跟俄羅斯之間的合作 它會使得整個俄乌的戰事可能會外溢跟擴大 包含連動到了南北韓之間的緊張關係 那麼又加上呢 美國 日本 韓國本來就在這裡啊 想要有各種的同盟的機制啊 或者是要針對朝鮮有各方面的因應 這都會使得單純的俄乌戰士外延到了東北亞的這邊 所以不論是對於中國大陸 或者講說對於台灣來說 其實對世界和平穩定都是相對不利 好 所以我們持續來看到武器 剛剛特別提到的是來自於俄羅斯 北韓給俄羅斯的武器 那我們現在也看到烏克蘭這邊方面 同樣也有外援 這次是來自於美國 PVC的報導為了抵禦俄羅斯的攻勢 拜登已經批准了 接下來會向烏克蘭提供的這一款叫做人員殺傷雷 好 大家好奇這是什麼東西 現在做一個研判 專家說這一款殺傷雷叫做M18AE的擴刀定向人員殺傷雷 那提供這款武器就怕有太多的流言蜚語 所以我們看到華府也做了一個解釋 他說是在有特別要求烏克蘭 你只能在自家領土這種人口比較不密集的區域才可以做使用 而且美方還特別強調他們自己的這個地雷跟二方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這個地雷是沒有持久性的 意思就是說我只要電池的電力沒了嘛 地雷就會失效 那他也說了美方在先前還特別提供了這個反坦克地雷給烏克蘭 不過這個在1997年當時有一個國際條約叫做地雷禁止條約 說這種具有殺傷雷的地雷是不可以使用的 我們現在看到拜登等於是違反了國際條約 准許烏克蘭使用 為什麼要這麼做 此時提供這種人員殺傷雷 對於俄羅斯來講有多大的一個嚇阻力去嚇阻俄羅斯呢 維遠你怎麼看 你說為什麼美國會不惜違反國際條約 這就是美國啊 美國長期以來就是如此喔 對美國來說 對他有利的這個相關的國際條約跟準則他就遵守 對他不利的他就置若網文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的1997年聯合國的禁止地雷的這個條約 事實上美國不是簽約國耶 他連簽約國他都不簽了 包含美國自己自稱他是國際警察 他要捍衛國際的這個民主自由和平 可是他自己也不是國際法庭的簽約國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吊詭跟可笑的狀況 你美國所高舉的普世價值 跟你美國的刑事風格完全是背道而馳的兩件事情 那麼你說對拜登來說 他為什麼要提供這樣的設施 很簡單啦 他有不同的盤算 因為拜登他其實就是一個老謀生算的一隻老狐狸 那他的盤算是什麼咧 第一 對拜登個人而言 對民主黨而言 如果川普一就任就可以終止了俄乌戰爭 那等於是一巴掌打在拜登跟民主黨的臉上 那等於是送給了一個這個川普一個大大的勳章跟獎狀 對 這絕對不是拜登願意看到的 所以他從當川普當選之後 拜登就用盡了一切的方法把 希望能夠把俄乌戰爭的這個戰場搞得一團爛 爛到說你川普就讓他上任 這個混亂的局勢也不是你一朝一夕就可以把它排除跟解決掉的 所以不管是地雷不管是什麼蘇聯時期的舊核武都是一樣的道理 他只要提供越多的武器給烏克蘭 那麼就算川普要介入烏克蘭手上有足夠的籌碼 烏克蘭也在短時間之內也不可能會屈服 所以不要讓川普在短時間之內結束這場戰爭 是拜登在自己的這個算盤裡頭 對他個人或者是對民主黨來說 這是他們希望看到的 那其實對美國來講 美國在俄乌戰爭這場戰爭當中 他是全世界唯一的得利者 就是他藉由俄乌戰爭削弱了俄羅斯 他犧牲了烏克蘭同時也拖垮了歐洲 所以對美國來說 他既少了俄羅斯這樣的一個地緣政治的威脅 他又少掉了來自於歐洲 這個來自於歐盟過去這段時間 步步進逼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且美國的軍工產業 美國的能源業者 都在這場戰爭當中 扒了歐洲好幾層皮 不曉得賺了多少錢 所以這場戰爭打得越久 對美國來說是越有利的 那麼因此在這個情況之下 拜登哪在乎什麼國際公約呢 這個什麼人員殺傷雷 跟他要提供給台灣的火山布雷車 不是一樣的道理嗎 那麼最妙的是說 你看到美國要求什麼 他說他要求烏克蘭 不能在自家的領土布 然後呢 但是大家想想 誰會 他只能夠在自家的領土布雷 可是前提是 大家想一下基本的人性 就是你跟人家打仗 你會在你自己的門口布雷嗎 你當然是盡量接近敵人的地區布雷 而且第二個 現在俄烏戰爭打得一團亂 到底什麼地方是烏克蘭的 什麼地方不是烏克蘭的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這個眾說紛紛 到現在為止這個界線也沒有畫出來 所以嘴巴雖然講得漂亮說 我要求烏克蘭 只能夠在自家的領土布雷 你認為烏克蘭會照著做嗎 那你更不要講說 他說我這個地雷有電池 這個電池過了之後 這個地雷就沒效了 我要問一下大家 這個電池 什麼樣的電池 能夠持續多久 如果一個地雷電池只能持續三天 這個地雷等於沒有用 可是如果一個地雷的電池 可以持續三年呢 那這三年當然都會造成無辜人員的傷亡 好一邊是川普跟他的內閣 未來的內閣成員Green 他們已經在討論了嘛 接下來要趕快的來結束戰爭 不過這個時候拜登還是在任內 現在看起來衝突可能會再升級 甚至有沒有可能把這個核戰給用上來 我們要來持續關注 《紐約時報》做的報導說 為了要避免戰爭再惡化 所以現在威責力很重要 美國官員就透露了接下來 拜登可能會把在蘇聯解體後 當時被拿走的核武說要歸還給烏克蘭 聽到這樣的言論 俄羅斯當然很生氣 俄羅斯的前總統就特別跳出來喊話 他說西方你敢向烏克蘭提供核武 那麼莫斯科我們會把你視為攻擊俄羅斯本土 再來是俄羅斯的外交部同樣出來喊話 也非常的憤怒 他說如果美國在亞洲敢部署導彈 那俄羅斯也會考慮在亞洲部署中短程導彈 這戰火可以說是一觸即發 我們來觀察說如果拜登真的把核武歸還給烏克蘭 真的可能發生嗎 重點是這核武到底還存不存在 那如果真的發生會不會繼續升高俄武的態勢 委員又怎麼看 斯敏剛才提到的就是關鍵的問題 到底有沒有這批核武 那有這批核武 這批核武究竟是在誰的手上 因為如果你回溯當時的歷史的時候 在1991年那個時候烏克蘭獨立 它分走了俄羅斯大概當時叫蘇聯 三分之一的核武的數量 所以包含了這個可以配備在載有六個彈頭 或者是十枚核子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 以及它包含它33架的重型轟炸機 所以總共加起來那個時候 烏克蘭分走了蘇聯 舊蘇聯時代大概1700枚彈頭 但是關鍵問題來了 當時烏克蘭因為承諾要加入這個核不擴散協定 所以他就願意把這批核武把它銷毀掉 大家要了解這是銷毀 它沒有暫存在美國那裡 所以我不理解說這批核武 什麼時候飛到了美國那裡去了 而且通常在做這個核不擴散協定 這個大家都很有經驗 彼此銷毀這個彼此的核武的時候 都是各自完成這樣的任務 對方可以派觀察員來看 但是很少有說 我拜託你幫我銷毀 這不是那個垃圾代為處理的那種概念 而且 無法回收 對俄羅斯來說 他也絕對不可能同意 我過去的核武交到你美國手上 這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這包含他所有的技術 所有的參數 通通通都給你送給了美國 所以我不理解說 紐約時報到底是從哪裡得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說拜登要把核武歸還給烏克蘭 那麼我要講的問題是說 對拜登來講 或者對此時此刻來說 他一定希望俄烏戰爭越亂越好 因為剛才這個 岸老師跟幹哥都已經提到了 川普極盡所能的希望讓這場戰爭 在最短的時間內結束 川普非常清楚的知道 要結束一場戰爭 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你說跑進來呼籲大家說 大家冷靜喔 彼此停手 不可能的 你唯一的辦法就是你讓一方彈盡兩角 你既沒錢你也沒有彈 你打不下去了 所以大家只好上談判座來了 因為現在顯然看起來這個局勢 不是俄羅斯不想談 是烏克蘭不想談 因為烏克蘭提出的條件 是俄羅斯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明眼人都看得清楚 關鍵要不要停戰 要不要上談判座 不是在普丁 而是在哲倫斯基 你要不要停 所以對普丁來 這個川普來說 他的策略很簡單 我盡量的這個停止給你援助 你沒有錢了 接下來你也沒有這個彈藥了 那你當然就只能談了 那反其道而行 對拜登來講 他當然就是在此時此刻 還要給川普添亂啊 他怎麼可能讓川普 這麼快地結束戰爭呢 就像幹哥說的 川普如果結束了戰爭 拜登是歷史的罪人 川普去領諾貝爾和平獎了 那這對拜登來說 他情何以堪 所以他現在這個時候 他要做了什麼事情 趕快把手上所有的錢都給 這輪司機 剩多少給多少 全部都給了 讓你繼續打 接下來呢 我手上所有的武器 報廢的過時的 什麼布雷器 甚至還揚言說 台灣的英式飛彈 要給幾枚核彈 那他只想把這個局勢 搞得越來越亂 因為整個惡物的態勢 不斷地升高 那麼川普未來要解決的話 當然就更難了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群最蠢的人 就是歐洲的這些領袖 干他們到底什麼事情啊 這明明是這個局勢 就是拜登跟這個川普 之間在做角力 這群傢伙現在就跳進來了 一起說 好 美國不給 我們來給 所以我無法理解 歐洲的國家的這些公民們 是要什麼樣的態度 會去選出這麼一群 腦袋有問題的政治領袖來 地緣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線